雅莎妳好 妳是第一位 妳要治療的病是 一如大家知道的 但是因為春夏到了 我就是不想要丟掉那些 大家認為很老氣的衣服 但是因為我就是這樣子 我還有這張臉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戴一些 我剛好這張臉配老氣的衣服 應該還是還不到那麼老吧 妳幾歲 對 我27 對 妳是年輕的臉 對 但是我就因為很喜歡穿 看起來年紀比較大的衣服 因為讓人家不要覺得 我太像小孩子 年紀小都這樣子 沒有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穿的老氣被稱讚的話 表示我很會搭衣服 對 每樣都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第一面 妳就就是比較 因為之前就大家 比較老店的 妳說這個 妳在很流行花霍這種衣服嗎 日本歐巴桑 日本歐巴桑穿 可是這個不是 而且是福岡鄉村的那一種 福岡鄉村 大家度假最愛的 是 是溫泉 然後 灶山 灶山 溫泉會過來 因為我不會進來服務 對 還沒被改造之前就先被 批評 對 一無四處 我覺得它拆開來 每一個單品都有它的特色 跟優點 譬如說它這個灶山 確實今年也滿流行 這種長版的灶山 而且是花的 但是如果妳像它的方式就是 這樣罩著穿的話 就很容易像睡衣 或者是很沒有精神 其實今年要穿這樣 一定要圍一個腰帶 然後 圍一個腰帶 而且像這種雪紡的 所以妳看日本這種浴衣 一定都會有 寶貝 沒有 而且要很 個性的腰帶 而且像這樣子的單品 絕對不能配裡面的雪紡 就是雪紡配雪紡就很容易比較 因為它裏到外都是軟軟的 對 都是軟軟的材質 都是很舒服的 對 所以就會變成 很容易就是看起來 你在穿什麼衣服 就是完全沒有可以搭配在一起 妳這支褲裙 對 褲料好開 所以我覺得其實 像裡面那一件 今年也很流行這種 褲褲的顏色對不對 對 褲褲的顏色就是 今年其實很復古 可是很多如果你沒有穿好 就很容易像這個 睡衣 睡衣或很老氣 因為今年流行 譬如說像雪紡 雪紡沒有穿好就很老氣 對 還有今年很流行西裝 而且甚至要有一點墊肩 如果沒有穿好也很容易老氣 還有低馬尾的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 很細低馬尾 低馬尾是要看服裝去搭配 如果你今天搭配比較優雅 那就可以低馬尾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老師好像要改很多東西 好像從頭到尾都要改 從頭到尾都要改 我覺得褲褲這樣有點浪費了 浪費它有一個很好的身材 跟童顏的臉 OK 請拿妳的健保卡跟老師說 好 掛號 可以看嗎 一下就比較喜歡成熟打扮的牙紗 然後盈葉婷老師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又成熟又有型 你看 超美的 是不是 好漂亮 合你喜歡的成熟 真的耶 好漂亮 成熟要有一點個性 對 而且要把流行的元素放身上 對 剛剛那個我們不懂 真的 像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西裝外套 而且你要看越成熟會越有流行 比如說那種一般 上班的那種套裝西裝外套 你就要看它有沒有 今年還反而因為太流行 而且要流行很長版 你記不記得以前都流行 比較短版的西裝外套 小一點要配寬褲對不對 對 今年是非常的over size 而且要有墊肩 你看這個有墊肩 有氣勢 對 要有氣勢 就是會大於你平常的肩寬 就是今年會走這種大女人主義的風格 所以老師它是本身的cutting就做這樣 還是譬如說我們是穿38號的人 我們又要買40號 對 像它是XS 它就可以選擇S 稍微大一點 所以你買的時候 你不要買得太FIT 對 反而可以 就不是自己的那個號碼 對 這樣划算 一樣的錢 對 很華為有時候你可以看 每一個cutting會不一樣 有時候我平常是穿M 可是我穿L才會比較長 那種態度才會出來的話 就建議你可以穿L 明白 對 然後像這個我覺得就一定要這種 長過於你的單寧短褲 然後裡面我覺得像這種這麼成熟 然後又是帶點這種成熟的素材 裡面就要很cageal 就是這種很軟質的T恤 加上這種已經抽虛了 就是有點不收編的短褲 而且它這個虛很乾淨 對 不會那種離離在浪 它沒有讓新美姐覺得dirty的話 是因為它沒有破 因為有的有抓破 就會覺得好像很不乾淨 就是太粗獷了 應該這樣講 我們搭配這樣就是要走 有華麗跟這種休閒 去做一個衝撞感 然後再來這個很oversize的外套 我就把它配比較有個性的高跟鞋 不是那種包鞋之類的 但是你說搭配比較休閒感的 也OK 比如說你也可以搭配 像這樣子的球鞋 就是比較休閒 不一定都要穿高跟鞋 因為亞莎腿很細也很漂亮 今年有很多這種比較潮的路線 然後有點漫畫手繪感的 還有像亞莎剛剛穿來的這種 綁袋子的 就是這種羅馬鞋 但是是已經都編織好 你不用自己綁 也可以搭配像這樣子的款式 在這邊可以再跟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說其實像這個 這個也是 西裝配T恤 對 這個也是今年很流行的這種 格子的西裝外套 相對的也是 可以把這個脫下來 所以我爸當他穿 他的西裝外套的時候 他那個金帕要拿出來 對 對 同理可證 因為其實男生可能跟女生的流行 就會不太一樣 這個也好看 對 就可以像這種 好像擺在爸爸的那個衣櫃裡面 對 衣櫃裡面 有沒有 還有格子褲 對 有沒有over到 你看我爸選得特別over 而且這樣滿性感的 這時候 很好看 好好看 我要去找爸爸的衣櫃了 然後你這時候就可以稍微這樣 但我怕我穿爸爸的西裝 爸爸會跟我要項鍊 我們就稍微把它 它捲起來有一點像打架的感覺 真的 漂亮 這樣還滿性感的 對 還有格子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今年的主角單品就是 看起來很成熟 可是如果駕馭起來 你沒有這些配件 對 配件的話 你就會覺得 你今天這個衣服好像不是很適合你 對 就看 就是說大家 而且在選的時候 萬一你又選得太合身 或是沒有把那個 Oversize的感覺穿出來 其實也不能把這個味道做出來 今年必入的單品 就是Oversize的西裝外套了 這樣正式與休閒混搭 就能穿出今年最潮的Style 現在是一個人的 你會認真 或者是一個人的 你會認真 做一個人的 跟我們一起 一起 和這個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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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